好,接下来menu部分呢 它说请在,请设定menu的网页宽度为 宽度为30% 所以你就点一下menu 特别是每一个框架点的时候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点的时候要点这个 接下来的话框架,框架内容 然后呢宽度,所以你要看到宽度 框架的宽度 特别注意哦,宽度30% 所以你必须先设定这个 原来是像素,要把它改成百分比 否则容易出错,你不能30像素 那就一点点而已,一定要30 这边要改成30,这样才对 先设百分比,再设30 这样才对,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就30,框架,框架内容 要先点一下,框架,框架内容 这边百分比30,确定就好了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就是持网页的背景颜色 那背景颜色就格式背景 背景颜色这边一样,背景颜色 所以我就讲快一点哦,颜色是FFFF00 那就是红色加绿色,确定 黄色,红配绿就是黄色 再来的话呢,在这个网页中间 加入一个表格,这个表格要置中 而且要一栏六列,取消框线 表格颜色为这什么颜色呢 这个就是白色的 如果全部都F那就白,全部都零就是黑 所以刚刚有讨论过吗 全部的颜色就是2的24次方这种颜色啦 也就是电脑里面可以产生颜色总数 就是1677万色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多少总颜色 就是2的24次方 那这样子就很专业的回答 那这边加入一个表格的话 就是表格插入表格,根据它的题目 然后呢,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几个项目一定要 第一个,我们插入表格 表格插入表格之后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置中,网页置中 所以对齐方式一定要选择是置中 这个是第一步 如果说你最好考试就带一支铅笔 做过的就打勾 没做过就 然后一栏七列 一栏七列 一栏六列啦 六列 一栏六列 这个就打勾了 取消框线在哪里呢 框线大小为0 这个就打勾了 然后颜色的背景颜色在这里 就是什么颜色呢 白色的 确定,有没有,白色的 那如果你有把握 干脆直接选白色就好了 这样比较快 当然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阶段了啦 你很熟的话 你就根本反射动作了 那这个就打勾了 所以3就完成了 1,2,3,4 有没有,四个步骤 那按步就班 一定没有问题 有没有,就做出来了 再来的话呢 自行制作社团介绍图片 纯程